协星被当补会演戏小甜甜演精帐女太投入书其夜惊叹演得很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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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甜甜、张可云以协星身份闯荡一谈,但其实演技十分出色。 2011年时,她受朱元平之邀演出一名精致女的角色,全身投入的演技让观众大未惊讶,连影后舒淇也特别夸赞她。 小甜甜近日加入民事的八点档,让人再度关注其他的演技。 2014年,她曾以雨后娇阳的角色入围金钟女配角奖,2011年时,她在金马银展时持短片《无国及公民》中所饰演的安戴一角也备受夸赞。 小甜甜所饰演的安戴因为小时候欠缺照顾,持续高烧后导致智能受损,成为精神障碍。 小甜甜提到朱元平当时跟她要戏,让她十分开心,她说她找过很多实力派女星来试过,但怎样都不自然,她认为我素颜就很像安戴了。 影片开头,就是安戴被强制性交易的场景,小甜甜说因为怕自己被换脚,当下肾上腺素爆发,觉得自己就是安戴。 头弱的演技也让网友震撼,老实说,我有被小甜甜的演技吓到。 小甜甜也透露,后来在金马银展的派对上,影后舒淇主动走向她,夸赞说你戏演得很好。 小甜甜当下紧张到不知道回事么,就下意识脱口,可是我眼睛很开咧。 舒淇则大方回应说我眼睛也很开啊,眼睛很开的女生,都很会演戏。 让小甜甜开心到觉得在做梦。 她也提到自己重看那个片段也会起鸡皮疙瘩,只是在也无法回到那种状态了。 小甜甜对于工作真的很全力以赴,她的成长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啊。 哦所有的家颠画 No. 为什么那个好处我。 奇方说白了我改名仲吧!